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23号 听着一号万步走健康快乐在您手 今天是周末 您出去运动了吗 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啊 就是这个刚刚啊 这个澳大利亚啊 冒出来一位这么一位啊 投诚的中国间谍 好家伙啊 你要听那个澳大利亚这报道啊 您就哎呦 这不是又出来一位那个谁吗 那个斯诺登吗 是不是 其实呢 这事呢 我最一开始啊 我这人呢 因为以前的时候的心理学比较熟嘛 所以我一看这王立强这个打扮啊 这个长相啊 我就知道呢 这肯定是一个村片级别的 跟郭文贵一样啊 是这种烙印里边啊 挥之不去的那种村片级别的 这种乡土的清乡 一看这个啊 这王立强啊 这人是吧 那肯定就是一从那个边远的农村啊 经过啊 这种这个学习啊 奋斗进入了这个城市里边啊 打一份工 而这个人呢 又野心勃勃啊 怎奈呢 智商不够啊 在主流社会里边呢 挣扎 求存的这么一个小底层人物 但是呢 这个又啊 这个加上什么呢 加上胆子大啊 这个愚蠢是吧 这些素质混合出来啊 跟郭文贵啊 一样的一种啊 叫做这个 乡村啊 散发着乡村泥土清香的这种村片的这种特质啊 这是一览无鱼 说实在的啊 那么这位啊 果不其然啊 我上网查了一下 这王立强 确实是来自福建啊 农村的啊 这么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这么一个村片而已啊 我给大家呢 来今天呢 来抽丝剥茧啊 解读一下啊 我看好多的这个自媒体啊 这自媒体呢 有的自媒体呢 没说到点上 有的这些无脑的弱智的这些反华自媒体呢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又认了一个乡村的爷爹 哎呀说 哎呀 这个啊 揭露的这个太黑暗了 中共又太黑暗了 你看又有人出来揭露你们了吧 我再给大家先说一下啊 在澳大利亚啊 把这个事情炒热的是谁呢 是一个叫做 这个叫尼克麦肯西 这么一个尼克麦肯齐吧 啊 这个人呢 是一个著名的啊 反华的无脑的喷子啊 他呢 是这个澳大利亚先驱报啊 和时代报的一个记者啊 这哥们呢 专门散播什么呀 散播这种 这个中国恐惧论 是吧 这个威胁论啊 中国威胁论啊 这个记者呢 多次撰写过啊 宣称留学生 在澳的留学生是间谍啊 这个中共呢 澳大利亚啊 这个甚至是这个 澳大利亚的选举和内政啊 都被这个中共给渗透和操纵了 是吧 那么这个 他呢 跟澳大利亚的这种 这个当地的国营媒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啊 还有这些 这个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些媒体啊 特别好 关系特别好 他写的这些啊 这个就是中国威胁论的这些文章和报道呢 在这些国营媒体里边啊 是这个大篇幅的 他只要写就给他刊发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些呢 说实在的啊 这个确实是符合目前的澳大利亚啊 还有西方的这些 中国威胁论啊 这些阴谋论啊 这些阴谋论的报道呢 非常受当地的啊 这个西方的传媒圈啊 这些舆论的啊 这些氛围呢 比较受欢迎 这次对于这种 这个新出炉的这位村片啊 王立强的这个报道呢 跟以前的一些报道一样啊 那肯定是要被打脸的 因为这些报道呢 是升班硬套 升拉硬拽 首先呢 这个村片王立强说的这些事呢 他不合逻辑 他说呢 他参与过啊 什么就是对香港的啊 这种这个学校和这些社会各界的啊 这种渗透啊 打压香港的这种民主示威啊 这些人士是吧 那还组织了好像是什么 二十万的两岸三地的网军啊 来这个影响香港的民意 影响台湾大选的民意 是吧 还说什么逼退过 什么国家副主席李元潮的 什么这个政坛之路啊 是怎么着啊 是吧 还有呢 他呢参与绑架了是亲自参与啊 绑架了香港的那个书商李波呀 是吧 六人行动组 他是这个之一 对吧 你看看这些事啊 这都是现在呢 这个在网路上吵的啊 中国威胁论炙手可热的几个热点啊 香港的游行示威 是吧 台湾的大选 对吧 这些啊 那么这位啊 说这话的人 你要是一个说实在的啊 五六十岁的啊 一个这么一个资深的人士 是吧 大家还会这个听一听 可是呢 这个王立强这村片才多大呀 27岁啊 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户籍的查找的真实资料呢 中国政府公布他才26岁 今年才26周岁 那么大家想一想啊 那么一般的按照中国的这个学制来算的话 22岁 刚刚本科毕业 是吧 那么短短四年 这位所谓的王立强啊 就能够承担这么重的任务 而且还给台湾的韩国瑜啊 韩国瑜不是现在竞选台湾的总统吗 给韩国瑜还输送过超过两千万元的资金啊 通过他的手 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这中国的情报机构啊 再不计也不能把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黄口小儿提拔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 而且这位啊 还是什么 还是福建农村出来以后上了一个三流的学校 是哪个大学来着 哦对 安徽财经大学 这位呢 还是个学油画的 那么这个中国的间谍机构啊 怎么能找这种毕业的啊 这种专业背景的人来做担任如此任务的间谍呢 啊 这位是怎么啊 被中国招募的呢 对啊 中国情报机关招募的呢 按他自己话说 是吧 嗯 他说呢 他呢 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啊 有一个 这个教他画画的一个老师啊 啊 说有一个亲戚啊 就在这个香港呢 他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 公司叫中国创新投资啊 这么一公司工作啊 所以呢 就介绍他到了这个公司来工作啊 那么在这个公司里边呢 他接触到了公司的董事长啊 这董事长叫什么呢 叫向新是吧 说这向新呢 是原来呢 很重要的中国的什么副总理的这个秘书 当过副总理的秘书 后来呢 跑到香港经商 成立这么公司 专搞什么 军民融合这个工作 你看 把军队的技术 这个转为民用 你看他跟军方的关系多密切啊 后来呢 由于他会画画呢 这个向新呢 让他呢 教他老婆画画 然后呢 就这个 两个人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啊 然后呢 就向新就把他发展成啊 中国的这种这个间谍了啊 感情是这么回事啊 他不是正规的啊 机构发展的 而是一位外派的 所谓的一位啊 这个情报人员 把他发展进去的啊 大家想一想啊 没有经过这种正规的啊 中国情报部门的这种招募和培训的 能让他承担他刚才所说的那么多的啊 非常重要的任务吗 那不扯担吗 那位说了 那能不能让向新去干这个事啊 向新 他是向新的心腹啊 是吧 那么咱们就来这个扒一扒 这所谓的向新的啊 中国创新投资啊 听起来这名大不大呀 可是呢 您别忘了这是在港股啊 他不像在中国大陆啊 你这个中国大陆呢 你要是挂一个中国俩字啊 你得到国家工商总局去批 这个你 你必须得是啊 有这种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字头背景的啊 才能挂前面中国 但是呢 在港股里边 你随便啊 你叫着什么宇宙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都无所谓 是吧 所以在港股里边有一大批啊挂中字头的中国的 其实呢 那全都是跟这个中国的这些这个中企和央企没有毛关系啊 都是一些个人私企是吧 这向新也是啊 向新这公司呢啊 号称啊 军民这个技术转换是吧 其实呢 这个公司呢 就是在香港上市的这么一间啊 小小的仙股公司 我们来看看他的股票现在多少钱呢 这个一港分是吧 一港分 我也不知道一港分叫什么一毫啊 还是一仙啊 反正就是属于垃圾股之列的这种 这公司呢 是纯纯翠翠的一个港股里的一垃圾股啊 大家看一下啊 他的每天的成交额呢 两万港元啊 总市值呢 是才两亿港币啊 那么这位向新呢 其实呢 在这个资本市场上呢 他是一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啊 确实是一个小商人啊 他在这个港股上 这个三个壳啊 一个是创新投资 一个叫做中国趋势 还有一个叫做华奈控股啊 这三个公司呢 都是一些港股上的垃圾股 而且呢 他前两年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啊 由于这个参与了 P2P的这种诈骗 哎 那位说了 哎 怎么回事啊 他是跟上海的一家叫做中进理财平台有关啊 这中进上海投资公司啊 是一个啊 搞了一个P2P的理财平台 那么他跟中进是什么关系呢 中进理财平台这个公司 跟这他手里边拥有的这三家香港的上市公司 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因为中进系的负责人啊 投资了他这三家公司 大概每家都占3%40%的股份 是他的合伙人 你明白了吗 当年的中进系百亿爆雷事件啊 那个事件 现在还对那些中进系的这些人在进行通缉呢 所以呢 向心卷入了这种P2P的诈骗啊 你想想 他能是中国驻香港的 按照这位村骗王立强的说法 情报界的香港总嫖把子吗 可能吗 您觉得啊 情报人员敢去干这事去吗 所以啊 这个向心啊 这个古卓恒 大家知道吧啊 在美国的古二骗卓恒啊 都忍不住跳出来说了 这个王立强就是个骗子 他说那个向心啊 就是在香港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小商人 你知道吗 为什么古卓恒敢这么有底气的说呀 这次古卓恒说的是真话 为什么呀 因为古卓恒也是P2P这里边的骗子里边的魁首啊 对吧 他上海是吧 和这个古卓恒的这个P2P啊 这个叫施建祥啊 他们一块搞的那个快乐啊什么的 这都是P2P里边的这些啊 骗子中的这些代表人物 他们之间当然熟了 向心搞P2P 你想想啊 这个古卓恒能不知道向心是个什么人物吗 他还什么这个香港的总嫖霸子 古卓恒都都嗤之以鼻了 朋友们啊 骗子对骗子的鄙视 是不是就能说明一切了 这个王立强啊 其实他就是一个贯骗啊 根据中国政府亮出来的那个关于啊 他在中国一系列的这种这个犯罪的案底啊 这王立强呢 他呢就这个在大学啊 刚毕业就开始骗啊 在这个安徽财经大学附近 骗了一家房屋贷款公司的几万块钱啊 就说呢在那买了个房啊 一直呢也没还人家的钱 再加上呢就是诈骗啊 他的熟人朋友的460万元啊 应该是他到了香港工作之后啊 然后呢 谎称能够买到进口车啊 把人家的460万元诈骗跑了 那么他老婆跑到澳洲去读书啊 应该是这460万赃款啊 然后呢 他以为啊 把他老婆弄到那读书去 然后呢 孩子也弄过去了 他在拿这个旅游签证跑到澳洲 然后呢 宣称自己是所谓的这个间谍 然后呢 再申请这种政治庇护啊 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啊 那位说了 你怎么能确定啊 这个中国政府公布的那些就是真的呀 大家想一想啊 王立强的诈骗案是发生在2016年啊 他的这种这个裁判的文书啊 在这个网上都已经放了三年了啊 中国能为了一个边外的情报人员 不是正规的招募的情报人员 三年前的这种案底啊 都准备好了吗 说他一旦叛逃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底给兜出来 三年前就放到网上去了吗 所以那些啊 那些这个无脑的反华喷子们 都跟这个王立强是他的野爹一样啊 这个中国政府把这些材料一公布出来 他们如丧烤笔啊 你知道吗 都说那是假的 三年前就预备好了 你说这些人 你都没法说他们了 你只想在他们的脸上呢 狠狠的来上那么几下 这些人有智商吗 王立强这个村片说的那些话呢 漏洞百出啊 不能证实的 我们就先不说了啊 至于王立强说 指控亚洲的一家这个媒体集团的啊 有一个人呢 是属于向心的下属 是中央啊 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证师级人员啊 这个当然也不能证实 要说这个呢 我觉得呢他应该指控啊 那个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啊 是中央军委的部级人物才对 是不是 这都是这个香港这个街边上那些啊 街边上那些捡垃圾的老大爷啊 说的都比不比这个这个村片 王立强啊 差多少 你看他跟郭文贵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这俩人这俩人是这个爷俩是不是啊 都是村片是吧 还有呢 王立强说啊 王立强说他呢影响了2018年的啊 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啊 通过他的手给这些韩国瑜们啊 这些这个国民党筹款了2000万啊 这个事呢 蔡英文小蔡总统跳出来了 说哎呀 你看中共间谍都出来戳了 你韩国瑜啊 你就是受共党资助的 人家韩国瑜马上出来说了啊 哎 谁能够证明我当时啊 我在这个香港那边拿了一块钱中共的钱 我马上我就退选 是不是 再一个呢啊 关键是什么呀 关键是这个人呢啊 吹牛呢 不能吹的太细节 那么郭文贵吹牛呢 他有一个这个诀窍 就是他非得说一些小细节的事 是吧 但是呢 他说的那些小细节呢 你都没有办法去证实 知道吗 你比如说 这个他到某某领导人家推门就进啊 是不是啊 谁给他削苹果呀 什么 胡 胡给他削苹果呀 这个你都没法证实 这王立强呢 他呢 看来呢 是属于村片的级别呢 差了一点 是吧 他说了一个细节啊 他说了一个细节是什么 说呢 他曾经在今年的5月14号呢 接获了一个新任务 收到了全新的中国护照 香港身份证南韩护照 他在5月28号持南韩的护照 入境台湾啊 用操控网军渗透草根团体 资助媒体等方式啊 干扰台湾的选举 是不是 那么对这个说法呢 他有了日子了 你知道吗 5月14号吗 是吧 所以呢 5月28号持护照进入的台湾 对不对 台湾的国安部门啊 对此呢 介入了调查 移民署表示啊 经过清查后 没有查获相关人士出入境的资料 对吧 那么 人家这个台湾的移民署的一位资深的啊 这些护照的查验官啊 他说了 他说他们的每半年呢 要接受这个培训啊 查验的强度极高 持假护照 闯官入境 基本上不可能 而且呢 也没有这人宣称的5月28号的 这个入境的记录 你看 这台湾自己的这个 这个出入境啊 管理局啊 都直接打了小蔡英文总统的脸了 你这个小蔡总统啊 你这玩意你跟韩国瑜打吧 对吧 你得这个有礼有节才行 你别弄个这个像个村片 王立强这样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假素材 去跟人家韩国瑜打 这样的话 你怎么能够获胜呢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这个村片 这个王立强啊 他们呢 就是有一个特点啊 他们呢 就认识那些啊 做假证件的这些集团 你知道吗 这个家伙手里边啊 有好多本假证件 是吧 那个中国说了啊 中国政府说了 他手里边那个假护照 假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都是假的 那当然是假的了 如果他有香港永久居民的那个身份的话 他干嘛不留在香港呀 对吧 而且呢 把他的这个顶头上司给卖了 是吧 卖了以后 那肯定是闹翻了嘛 是不是 那么他跟他的老板闹翻了 对吧 香港无处容身啊 大陆呢 他有这种这个暗底在身啊 判刑的这种这个在逃人员 对吧 大陆也回不去 香港呢 也回不去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跑到澳洲来 不诈骗了四百多万人民币的吗 跑到澳洲来 以后吹牛 说我自己是间谍 获得一个正弊的身份 这就是村片王立强的真相啊 很多的这些自媒体 说实在的都没有说到点上 都没有分析出来 这王立强到底是咋回事 是吧 那你就看他的动机就完了啊 他的动机就是什么呀 就是留在澳洲搞正弊啊 他指控呢 他的顶头上司 向心是谁啊 向心就是一个香港的 普通的不成功的一个小商人 对吧 向心的这个历史证明啊 他参与了国内的很多的 P2P的这种诈骗 绝不可能是中国情报人员 驻港的所谓的这种头子 那么王立强这个村片的身份 那不就板上钉钉了吗 是不是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个事啊 您就不用再听别人胡吵八道了 是吧 我给您说的 这叫罪权威的解读 以后的事实 也百分之百 板上钉钉 是这种事实 不信 咱们往后看 亲爱的朋友们啊 一号的预言从来都是大部分都是准确的 我想 опять就掉an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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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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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囧